勇士的死亡无效行之有效,让联盟其他队伍开始纷纷效仿,殊不知死亡无效对球员要求之高,不允许任何球员右短板,攻防一体的存在, 而勇士的杜兰特,库里,汤普森,格林和一哥,真的就是这个死亡无效的标配,格林和一哥是枢纽,杜兰特,库里和汤神是弓箭高手,顺境靠库里,毕竟靠杜兰特,而绝境必须依靠汤神的佛主属属性,让火箭球迷和雷霆球迷永远回之不去的痛,18的戏绝和16年的戏绝, 可以说直接改变了两支队伍的命运,尤其是雷霆,16年新学,面对杜兵和威少的狂轰滥炸,勇士有点招架不住,三比一落后,在主场扳回一场,第六场去到俄城胸多吉少,开局不利的情况下,库里不能立马狂澜,杜兰特还在雷霆携手威少,要站我联盟第一人的位置, 这个时候克莱站出来,没有任何预警,克莱单其救主,悄无声息的杀死比赛,克莱全场31投14中,三分球18中11,狂踩41分的神级表现粒粒在目,这是一场彻底被克莱征服的比赛,18年的戏绝,同样的戏马同样的时刻上演, 这时候火箭上了发动机保罗,而此时杜兰特已经身在勇士,勇士免对火箭无限换防的此刻,就一次把勇士逼上绝境,又是唐神上演相同的戏马,支手回田,无人可打,让新科MVP联盟第一分位体验到被支配了恐惧,这个时候,杜兰特的死神模式和库里的日,前模式都失效了,只有面带微笑的唐神切换, 到佛光普照模式,三分球十四中九,顶住火箭的强势收割,拿下三十五分帮助球队班挺大比分,帮助球队从调局的边缘,再次走上了未免之路,同样的剧情,同样的戏马,同样的佛光普照,十六年锡决士3比1落后,连反三场,杀进总决赛,而总决赛3比1领先,却被年务斯欧文硬生身地给逆转, 十八年锡决输了天王山,火箭让了保罗,杀进总决赛,四比0横扫骑士,第六场勇士陷入绝境,十六年库里被针对,杜少和威少杀红了眼,十八年杜兰特和库里模式失效,火箭来势汹汹,多亏汤神们横空出世,成为勇士的救世主, 从唐普三的表现来说,同样炸裂,用进水流深的三分杀死比赛,相对勇士的赛成和后面的结果来看,十六年更炸裂一些,勇士3比1落后的心态有些崩盘,虽然赢了一场,第六场的客场和开局的势力, 这时候的立马黄蓝才是震撼,虽然输了总决赛,但是收割了杜兰特,为了五连惯,牺牲一个又如何,十八年戏绝第六场,火箭少了保罗,勇士这方面有度死神,还需要唐神开启佛光抚照模式,勇士总决赛,又面对孤单英雄的詹黄,多少让人有点说不过去,这个人还是更喜欢十六年的戏绝,欢迎讨论。